但是我是希望尽我最大的努力 能把大家应该掌握这些科普的要点 跟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分享 而随着我们社会的进一步延长 其实关于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去面对死亡 我们对死亡的教育 我觉得应该是到了一个 大家重新去正面地去正视它的这样一生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们人类应该如何去面对死亡 在《道德经》当中我很喜欢这样两句话 何其光同其尘 与光同尘我心安宁 其实死亡是生物的一种程序 当然很多个国家包括我们中国 其实在过去都觉得是人死为大 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忌讳 他论死亡 浅田次郎曾经讲过 死亡其实一点都不可怕 人们之所以会感到恐惧 是因为面对未知的失误 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 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每一个人都天然会对未知的事情感到恐惧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弥留之际 我们的大脑会发生什么 不管我们是活80岁 100岁 或者我们今天挑战的设备期限 可能120岁或者更长 但生命的终究不是永恒的 总有一天 我们会进入倒计时 其实在真正的终点来临前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最后挣扎一次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它称为 回光返照 因为我们身体的机能在下降 所以不管来自于哪一个组织或器官的 这些求生的信号 它可以通过我们的 比如说电信号 磁信号 我们的激素信号 甚至是我们的量子信号 它会不断地去传输到大脑 大脑就下达了最后一段指令 启动 回光返照模式 从现在起 应该说我们生命的最后一次闪光就开始了 这个最高的命令 实际上是从我们大脑的皮质来发出的 然后我们的下丘脑先被激活 我们就开始启动了这一系列的后续的反应 包括垂体要紧急地响应 不断地向各个器官去释放各类应急的激素 比如说我们的肾上线 它接受到的信号就会释放肾上线素 肾上线素一旦释放 就会激活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 我们的血管会收缩 我们的血压会升高 那这个时候 其实即使是我们每个人 剩下最后那一点点的微弱的生命之光 在轻刻之间就仿佛被一种力量照亮了 我经常讲 如果我们在正常的死亡的情况下 大部分情况 我们是不会有过多的痛苦的 因为死亡就是一种程序 我们的大脑也早早就为了这一刻做好的准备 我的父亲实际上有两次 我们说这样的病死体验 因为他在跟我一起生活的时候 有两次我们都给他送到了医院去急救去抢救 而他也都被抢救回来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我的心里是经历了两次这种生死别离的一个过程 然而第二天 当我早晨在去看我的父亲的时候 实际上有的时候还真觉得是恍如隔世 但是我父亲一直都是 以一种非常淡定的笑容看着我 说没事 不管我今天在或者我不在 你不都还好好的在着吗 我的好多的血脉和文脉 不都交给你 以及你的后代了吗 在我父亲给我的这种达官的 一种安慰的同时 其实我也印证了很多 我曾经在教科书上看到的 关于毕丝迪的这些事情 因为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讲过这个案例 就是我都会问我父亲 我说爸 在你即将过去的那一刻 你看到了什么 想到了什么 其实我爸两次给我的答案 我都非常的 第一次我还是不太相信 但第二次的时候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他跟我说 我其实都看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大家可能猜不到 斯大林 你可能会问我 为什么会看到斯大林呢 我的父亲是1941年出生的人 他在中国的东北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 其实共产国际 斯大林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领袖 应该说也许还在他 海底时期 那斯大林就作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深深地嵌入到了他的大脑的 应该说很深层次的一个点上 那在这个生死迷流之际 可能这一部分的记忆 不管是他当时的崇敬 还可能是他的一种恐惧 这个时候他都释放出来 我问他 爸 你有看到我吗 他笑了笑说 那还真没有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随着我们的脑电 我们的脑磁 我们可以坚持到 大脑的一系列的信号 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 每一个人在弥留之际的大脑 是很活跃的 有一些可能会 像走马灯一样地 回顾起自己的一生 有一些也会根据自己的信仰 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无日无和 我们知道 我们的身体 其实比我们 每一个人自己 更爱自己 前几年 有这样一部 非常经典的动画片 叫 《寻梦环游记》 其实就是在 以一个墨西哥 王灵杰为背景的 这样一个故事 它讲到了 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 我们自己的祖先 我们的长辈 包括什么才叫 真正的死亡 在《寻梦环游记》里面的死亡 一般说一个人会死两次 第一次是你的肉身 已经没有了这种生命的体征 你肉体上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这个还不算是真正的死亡 真正的死亡是 这个地球上 再也没有一个活着的人 还记住你了 也就是说你所有的一切 你的这些记忆 不管你曾经多么伟大 或者你曾经多么渺小 这些东西都没有痕迹了 那个才是真正的死亡 它讲你被彻底的遗忘了 我想其实我们人类 现在随着我们 整个预期寿命的 不断的延伸 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 三代 四代 甚至五世通堂 而我们每一个人 也至少都会经历 大概有三次的死亡的教育 第一次 我想就是在你幼年的时候 你可能会感觉到 你那一个长辈离世了 我们以前可能是 祖父母 外祖父母 今天可能是在高一层的 曾外祖父母 曾祖父母 等等是这个样子 而第二次 实际上就是在中年的时候 你的至亲离世了 这一次 其实我也同样有感同身受 因为你知道 他们离你是非常近的 你可能会觉得很不适应 因为他毕竟陪了你 差不多都是三四十年的时间 甚至更长 为什么他会走呢 这个时候 我们每个人开始会考虑 我自己的 是不是也会有一天 会离开这个世界而去 而第三次 实际上就是 你的同龄人离世了 可能是你的小学同学离世了 可能是你的同年的 比如说我们的公友离世了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向死而生的 我们也在一次一次的 我们身边的 至爱亲朋离世的时候 那么 你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心理行为 都会映射到 我们自己心中的每一个点去 人 有的时候往往是这个样子 在健康的时候 会怕死 但是 有的时候在生不如死的时候 大家也会去求死 有时候想想 这也是一个蛮矛盾 曾经有一个假说 说得很有趣 说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越来越怕死 是不是因为 我们越来越长寿了 也就是说 大家如果活的时间太长了 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 会觉得活得很幸福 而拒绝 甚至不愿意去思考死亡呢 今天 中国的国人的人均区寿命 已经达到了78.9岁 而1949年 大家猜一下 我们国人的区寿命是多少 其实当时的平均区寿命 还不到39岁 跟我们非常接近的 比如说日本 它的人均区寿命 已经达到了86岁 中国香港是全世界 整个最长寿的城市 它的平均区寿命 已经达到了87岁 但是我想说 除了这些生命的长度 我们同样应该去在意的 就是生命的广度 深度 温度 包括丰富度 也就是说 简单地 一味地把这个时间延长 似乎并不能 最大限制地去反映 生命的意义 甘罗十二维史辰 这是一个 我们古代的 非常有名的 这样的一段故事 那这句话 我想很多人会知道 所谓 有志 不在年高 无志 空长百岁 换言之 如果我们能够在 很小的时候就立志 我们把每一天 都很努力地活着 那我想 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种生的意义 就足以去弥补 我们在死的时候的 很多的缺憾 有一句话 是这么说的 岁月不饶人 我亦不曾饶过岁月 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在我们健康生活的每一天 都要活得热气腾腾 你知道在我们今天的医疗节 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就是相当比例的 国人的医疗花费 它其实是有一个 很不好的一个怪圈 就是我们一个人 一辈子的医疗花费 它的80% 甚至更多的钱 都花在了最后八个月 大家没有在自己健康的时候 更多的去做好体检 做好保健 为自己能够多活一点 提高质量 提高长度 提高这种丰富度 大家更多的付出 反而是 在我们可能已经 没有太多的机会 去享受生活的时候 简单的为了 延长生命的长度 而做出了很多 无奈的选择 所以我们常说 如果平时不保健 那临终则已欠债 防大于智 我想依然是今天 特别是在面对 一个长寿时代 每一个人都是 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人 应该选择的 最重要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呢 实际上是我在 看一个很著名的电影 叫《死亡失射》的时候 有一段非常 这种高燃的情节 这些所有的学生 都站在了桌子上 那么当时有一句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画外提示 我不要 等我死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我自己 没活过 张恶佳曾经写过 有些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些人死了 他还活着 我是一个做生命科学的 我知道所有的物种 其实 我们都是一组代码 人类的这组代码 它不光有限出了爱 它还有一个其他物种 都不可比拟的 就是 它的神经源 是可以重塑的 人 不会因为做了什么而后悔 往往在老的时候 已经做不动事情的时候 才会明白 我原来会很遗憾 我没做过什么 在2018年 我的妈妈 应该是 这辈子对我最贴心 最好的人 但是在我在 国外出差的时候 安翔离世 爸爸通知我的时候 就是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说 妈妈睡了个午觉 然后 就过去了 因为我当时 刚好是 有一个时差 我那个时候 已经是在凌晨的时间 所以开始 接触到这个时候 因为这是 我身边走的 第一个 应该说是雪青吧 所以还挺难接受 我当时就买了航班 在我坐回国飞机的时候 我就开始翻 妈妈和我 这一生 我们俩的这些原分 一起做过些什么 翻着翻着 尽管 我当时觉得 现实还有一些虚幻 然而 我应该的嘴角 已经泛起了微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翻到了 都是我跟我妈妈 在各个地方 旅游的这些场景 我妈妈是一个满族人 1945年 也是出生在 辽宁的丹东 在60岁以前 她几乎没有进过 山海关 60岁以后 她也退休了 身体还不错 我也工作了 我可以挣钱 于是我每一年 都会给她安排 一个很有趣的出游计划 因为她很喜欢爬山 身体也很好 所以她就 一个人可以背一个 几十斤的登山包 就游遍了中国的 大江南北 几乎把所有的危机景点 都让她跑了一遍 而我也经常会创造一些 小小的 这样的惊喜 会在她去某一个景点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提前去等她 所以我翻着 我们一起上过峨眉 一起爬过泰山 去过太多太多这样的地方 包括后面 我还赞助她去了 像东南亚 像日本 所以即使到今天 我也会偶尔在梦中想起她 但是让我最最心安的 就是在于 其实我支持她 去完成了她想去看看 天下的这一个梦想 世界那么大 总该去看看 所以当我看着 这一张照片的时候 当时的这些 身临其境的感觉 包括我妈妈的这些 英容笑貌 如今还会非常活灵活现地 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尽管没有 在我妈妈生命的最后一刻 能够守护在她的病榻前 或者说 她其实并没有在医院里 她就是在我的家里 然而 我并没有感到很多的愧疚 毕竟在我妈妈还能够去 很好地享受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做出了一个儿子 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经常讲 生前当尽孝 而不是死后去乱烧纸 如果活着的时候 您都不对 这个世界充满了爱意 尤其是不孝顺 您有什么资格 好像在葬礼上 一定要哭的 哭天抢地 或者是每一年 清明节 我要烧上 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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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 这些 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今年呢 刚好是金庸先生 金老爷子 算是他诞辰的一百周年 我其实在读他的 《射雕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一天同龙记》的时候 有一段 对我印象是非常深的 当金毛世王谢迅 被囚在的《少林寺》里面 大家讨论 所谓到底能不能超度 张文记就问了 《少林寺》的几个高生 说当年我的义父确实是 不管是施新风 还是被成坤所害 他杀了不少的武林同胞 那如今大家对他们超度 这些人在九泉下 或真有之吗 这些高生们的回答 其实当时对我印象很深 他的大意是 幽冥冥之士 迟所难言 我们超度的乃是活人 换言之 如果在活着的时候 你已经为你的生命 为你周围的生命 做出了更多的努力 我相信 在这个过程中 不管岁月如何荣染 文化如何变迁 我们始终 我们的心应该就是安宁 在这里我也想讨论一下 我们未来的殡葬业 其实殡葬业 在各个国家 其实完全不同 比如说 中国人似乎是很忌讳 比如说棺材啊 坟啊 大家听到这个问题 都觉得这个事情 好像有一些鬼狐仙怪 这样的一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去过西方 你会发现 西方非常多的墓地 它就在家里 实际上 我们有的时候 是故意地把它搞成了 一个盗牧笔记 它忽略了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的血脉 我们的文脉 就是该放到一个 急重的地方 去统一传承 而今天呢 当然中国有自己的现实问题 今天我们很多人 在离开了人世以后 我们不能土葬 所以这诞生了当下 最贵的房地产行业 就是我们的 所谓买一个公墓 只有20年的产权 如果你算一下 这个价格是非常贵的 有的时候去想一想 我们的确要有一个地方 去寄托埃斯 然而今天的科技 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那么我们是到底继续 把大家烧成骨灰 存一份无极钙呢 还是应该把大家的 比如说这些细胞存下来 我们把这些基因 DNA能够存下来 而按照有机碳的方式 把它存住下来呢 或许 我的亲人已经离我而去了 但是 是不是有一些 我们一起共享的 那个血脉 那些细胞 我们可以一种 有生化的方式 把它冻在液氮里面 而给这个家族 留一个长久的希望呢 也许过了一百年 在我们的后代 想看一看之前的 比如说 这位长辈的 全基因组信息 去看一看哪些基因 又隔了几代传信息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留了 这样一个无限 想象的空间呢 所以实际上 我们人类 对于这种先祖的怀念 也不应该 就是非常简单的 大家好像就是 去墓碑前扫扫墓 稍稍指 我们应该思考一下 到底有什么样的 可以给岁月与文明的事情 在这个 我们关于死亡 面对我们离世的亲人的时候 应该做一些 更有科技含量的事呢 所以 不管是入土为安 还是魂归大海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家族 都是希望 能够让我们的 这些先辈们 能够非常安宁的 我们都是希望 我们能够在祭典 这些先辈的时候 让我们的孝道 可以不断地向下去传承 让我们的后代 也能够像我们的 这些前辈一样 不断地去延续着 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 甚至就是一个家族 一个家庭的 生存和繁衍的方式 我们也希望 这样的摆善 孝为先的文化 能够长久地 在我们的神中大地 去延续下去 当然 如果再往下讲 我们就一定会讨论 如果我们的寿命 进一步延长 那么是不是 就会有些人 开始去思考永生了 甚至想到 他永远不死了 首先我要说 永生 自古以来 它就是少数人的 一个妄想 我个人是反对 所谓的永生 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没有死亡 那么每一个出生 都必然是一个悲剧 因为你会阻止 这些新生 一个事物的降生 死亡是一种程序 一种最公平的程序 不管你有多么的 雄才大略 或者多么的悲如尘土 你最终 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人类 就是通过这样一代又一代的 我们的后浪 推着前浪 人类的历史就滚滚向前了 所以今天 尽管我们掌握了大量的 关于生命科学 精准医学 生物技术 数字化技术 太多的东西了 但是对长生不老 我依然是持佛军牌的 我所致力的 我所致力的 其实是每一个人健康的 长命百岁 人类归根结底是一群体 而并非个体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延续的 我们看一看这几位已经逝去的人 比如说曲元 比如说李白 比如说苏东坡 大家觉得他们真的走了吗 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 也许也不曾想过居然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 所谓曲平慈父玄日月 楚王台县空山丘 功名富贵若常在 汗水易当西北流 私人已是文脉永生 当我看到长安三万里的这部电影的时候 当李白最后的那一刻 去高声地吟诵 青州已过 欢重山 我其实一个人在最后一排泪流满面 我知道其实他们一直都在 这个民族的这些文脉 这些魂他们一直都在 所谓太上有利得 其次有利公 再次有利言 虽久不废 此之位三不朽 书孙豹早就告诉我们了 如果一个人 能为你所在的民族 能为你所在的国家 留下那么支言片语 我想这就是对你最大的一种慰藉 罗素在我的信仰里面说过 如果我们不害怕死亡 我相信永生的思想 绝不会产生 我曾经讲了一个段子去劝 我得有一些富贵的朋友们 他们想活个两百岁三百岁 甚至讨论能不能永生 我说你千万不要想永生 他问我为什么 当然我看到的另外一个极端 是柳叶刀在前两年 发表了一篇大规模的 关于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比如说人在弥留之际 拼命地抢救呢 还是让大家能够 我们过去叫临终关怀 今天叫安宁疗户 包括安乐死 是否应该合法化呢 它里面一个统计数据 就是在于 每一年都有数百万人 在死前遭受到了过度的医疗 经历了不必要的痛苦 可能最后延长个十天半个月 然而 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尊严了 还可能欠下高昂的医疗负担 所以 科学技术的进步的进步呢 有的时候也确实有它不好的一面 它可能会助长了 我们人类可以打败死亡的这样的一些想法 从而在我们的生命的周末期 我们对医学的干预过度依赖 我们把这种死亡和临终的关怀 变得过度的医疗化 而且从文化的角度下 也让大家进一步地去避讳和感到恐惧 我想这个现象 我相信也会随着我们对死亡这个问题的深入认知 而逐渐有所更多的理解和改变 不妨思考一下 我们为什么不去体面地与世界告别 或者说 我们应该对这些即将逝去的生命 给他们更好的尊重 而不是说再让他们经受很多这些不必要的痛苦 尼采在《敌基督者》当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谁终将生振人间 必长久身自尖陌 谁终将点燃闪电 必长久如云飘泊 我的时代还未到来 有些人死后方生 我之所以引这一段是告诉大家 其实每一个人 真正面对死亡的最正确的态度 就是热气腾腾地 认真的 用力地去过好每一天 而当死亡这个程序终将来临的时候 我们坦然面对 我们知道 我们势必会给下一代去腾出生态位 就像上一代给我们腾出生态位那样子 而人类的轨迹也必将从地球走向太空 我们要为了我们去成为多行星物种而不屑的 所以认知生命科学 重点是认知什么 我想如果我们探索自然的宏伟 我们就会感受到人类的卑微 如果我们去了解造物的神奇 我们就会认知众生的平等 进而您一定会有悲天敏人的共情 超脱生死的达官 我们一定会在见天地 见众生当中 逐渐地去悟自己 我本山川 极命草木 与光同尘 为爱 常在 或许我们的肉体 不能穿越百年 然而我希望人类的精神 人类的伦理 人类的悲悯 人类的爱 应当以一种不可磨变的方式 在这个宇宙中永续而在 不可磨变地